台北市立委补选最近呢 国民党是狂打民进党的黑道争议 限制参选人王洪威今天就说了 昨天他接到了恐吓电话 那么对方就说了 如果王洪威一直弄黑道 他们可能会来做攻击 也因此王洪威办公室不敢大意 随机向警方来报案 现在也申请了随后来保护 这是对手吴一农 同样严厉谴责这样的威胁手段 洪洪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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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立委补选参选人王洪威一早来到嵩山党部 拉妇女票 把我们的万安市长来力保这一席 大家说好不好 精神气色看起来都很不错 不过前一天王洪威助理才接到这通电话 恐吓王洪威别再扯黑道 但这来源不明的威胁电话 不是头一走 上一次应该是九月份 也是在选举期间 必要去保护我的团队 所以昨天团队商量之后 所以他们帮我申请随护 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 我们谴责任何的暴力行为 那我们也拜托警方能够尽全力的来侦察 选举先放一边 对手吴一农也严厉谴责威胁恐吓 巩固选票来到台北市文昌公参拜 但这地方前天王洪威也才刚来过 吴一农隔一天立刻回房 其实我们这个行程 今天的参拜行程几天前就确定了 那不管谁昨天来或者明天来 我们就是照着我们的行程跟我们的节奏来走 行程特别是在中山区的行程 我们都拜托我们万安团队来协助 因为万安委员当时他在竞选委员的时候 他的第一站就是文昌公 希望顺着蒋万安脚步也成功拿下选民的心 王洪威和吴一农的选战主轴好不容易聚焦行程 终于摆脱黑道口水 但现在这同威胁王洪威的电话 恐怕又要让选战和黑道牵扯不清 在林俊廷 陈欣怡台北采访报道